今次講解更新WiFi module的SSID和設定密碼 用APP連線到WiFi module之後 在左下角Option一欄有一個Wireless update WiFi module設定 在User Name上打admin Password是6.0 這是預設設定,在User Menu也會找到 連線進去之後,在Wireless Settings裡面 選擇SSID,我們可以改名的 例如 A 最後一個設定密碼 就是 WEP64 Key InDesk 選擇1,然後設定密碼 我們可以設定數字 可以設定密碼 然後按Save 它會問你是否要Save 我們按OK 好,設定就完成了 然後我們 再一次連接WiFi 找到我們剛剛設定的網絡 AAA 在裡面呢 那個IP要設定 做固定 那這個IP和網絡 遮罩呢 在User Name上都會找到的 然後我們現在就連入這個Lever 然後我們現在就連入這個Lever 那Password輸入成功之後 我們就會正式連入這個WiFi模組 那這個定義 那這個到關鍵SSID 以及用它設定密碼 那個最好處就是 別人是不會連入這個WiFi模組 那麼就要保障你自己 好,那現在讀取電面的設定是成功的 感谢观看